小猫熊圆仔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 而为了纪念这个猫熊家族的天丁之喜 今年台北市政府第一次制作了圆仔专属的小提灯 让超萌的圆仔骑着U-bike 陪伴大家过个充满活力的新年 圆仔除了会爬会玩 现在还多了骑乘U-bike的新技能 台北市长郝龙斌与圆仔的爸爸团团 一起带圆仔小提灯亮相 小提灯还有个响亮的名字 因为圆仔本身只有黑白色 小提灯设计者林家维 特别让圆仔骑上彩色的U-bike 也没忘记在车栏上放着熊猫最爱的绿竹叶 U-bike的轮子不只能安稳站立 还能转动增添更多趣味性 外面是圆仔现在每天都要上工 所以让圆仔骑U-bike 可以有让他上工的这种含义在 小提灯2月11日起连续4天 民众可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等三处景点 领取限量9万3000盏的猫熊小提灯 将圆仔的幸福与好运带回家 新台湾台电视 卢天长张玉华 台湾台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